复杂的编织机会根据设定好的程序 将安伦弹力织物与尼龙绳 以纵横交错的方式编织起来 这是弹力袜的制作过程 一个合格的弹力袜 可使下肢静脉回流 减轻其所受到的压力 因为机器无法将脚趾部位密封 所以需要工人利用裁缝机器 手工将其缝起来 紧接着 下一名工人会将部分弹力袜的上半部分 用切割机器将其切开 并由另一名工人将准备好的三角棉布 沿着切割好的切口进行缝合 这样才能让大腿到胯部穿起来舒适 同时也能将两条弹力袜合成裤袜的形状 而另一部分的弹力袜 会被工人套在铝制腿模型之上 这可以方便工人利用激光 检查出每一条弹力袜的长度是否达标 只有检查合格的弹力袜才会被送进蒸汽室 高温的蒸汽会让尼龙绳永久固定住形状 将其烘干后就会被机器脱下来 并由工人将其收集叠放整齐 下一步做好的弹力袜 会被全部放进高科技染色机 这种特殊的染色方式 不仅不会褪色还能保持弹力袜的柔软性 之后治检员会随机取样 检查做好的弹力袜的弹性是否达标 并且在最后的包装过程 工人还会再次通过肉眼检查 在确认没有缺陷后 就可以将其打包装箱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